在热播韩剧《我们的蓝掉时光》中 即使是听障也给大家带来温暖 饰演猩猩的演员李韶星 在卸下角色后 也是一位确确实实的听障人士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听障演员李韶星的故事吧 李韶星因为小时候得到了麻疹 丧失了听力 在到十岁之前 李韶星一直就读一般的学校 小时候的他还以为周围的朋友都和他一样 听不见声音 直到某一刻才发现和同学们没办法沟通 连简单的椅子和桌子的单词 也没办法好好表达的时候 李韶星才察觉原来自己是听障人士 之后便转学到了听障儿童学校 在听障儿童学校学习了手语 李韶星才终于感受到了聊天的感觉 还想说到有种打开心实际的感觉 拥有卓越的艺术才能的李韶星 在听障学校里学习了六年的韩国传统舞蹈 和一年的现代舞 之后还亲自制作了歌曲 李韶星说歌曲虽然不是通过音乐 而是纯手语来展现 但想要表达的感情是一样的 在艺术领域越来越活跃的李韶星 也渐渐拥有了想要成为演员的梦想 但老天爷似乎跟李韶星开了个玩笑似的 在高中毕业之后 李韶星和其他同龄朋友一样 戴上了手套 在工厂工作了四年 虽然没办法往自己的梦想前进 但李韶星说 自己最幸福的时候 其实是在工厂和朋友们一起聊天吃饭的时候 没有怨天尤人的珍惜每一个瞬间 虽然如此 大李韶星却从来没有放弃过想要当演员的梦想 只要有机会战胜舞台 李韶星绝对不会错过 也因此结识了舞台剧女王尹树华 并且接下了很深很深的缘分 然而某一天 李韶星在看卢锡金作为编剧的电视剧 DMIWARE的时 接到了一通改变她命运的电话 打电话给她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卢锡金作家 卢锡金想要邀请李韶星作为演员出演 听障人士的角色 并说到在制作我们的蓝调时光这一部剧时 是抱着希望所有人都能幸福就好了才制作的 还说到 虽然都是一些受过伤的故事 但我想表达的是 心眼不会成为伤口 而是把伤口转为希望之名 让自己变得更好更棒 而李韶星觉得自己的经历 和卢锡金想要表达的理念很符合 就欣然递接下了这一部剧 饰演星星一角 唐氏综合症由唐氏综合症患者出演 听障由听障人士出演 大众也对李韶星在剧中的表现 纷纷给予好评 在剧中自然的表现 也让观众看得非常过瘾 之后也希望能在更多作品中 看见李韶星点点的封印 李韶星演员之路也只等话路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